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秦城居然还在坚持 不是吧 那秦城居然通过第三关了 见鬼了 见鬼了 真气突破到真力 竟是这么一种模式 他们这是在考核中得到了感悟 要有所突破了 这三个石室应该是地天一 化天度 冷无双三人了 剩下的这个 那小子怎么可能 一个天际无成 究竟怎么做到的 第五关了 第五关 考验的是踪迹的真力掌控 这几人能够进入到第五关 说明他们对玄机真气的掌控 已经达到了一个可怕的地步 这小子是怪物吗 这小子是怪物吗 居然以天际境界 完美进入第五关 这几人能以玄机修为 进入到五道真谛的第五关 只为他们而言 将是一场宝贵的经验 起码能省去数年苦休 这么长时间了 那秦辰怎么还没被淘汰 而且还是完美掌控 有人失误了 定是那秦辰 那个 失误的似乎是冷公子 冷书公子 不可能 他可是天恒学院的天才 岂会第一个失误 怎么可能 这次应该是那秦辰了 不可能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难道是这秦辰所在的 黑色石室 出了什么故障 若是考核室出现了故障 那就可以解释了 定是如此 否则以他的修为 岂能冲到这第五关 综极境界 且没有一点失误 这不是 确实出故障了 这怎么可能 一定是我刚才说的 你哥哥没错 是 你秦辰不可能 那么厉害你 太好了 少逐进入第六关了 这可是六节 遵级境界的感悟啊 得此机遇 怕是有机会 在二十年内 冲此六节遵级境界 可恶 我居然是三大天教中 第一个被淘汰的 这 这除了底天一和流先宗子 居然还有人进入到了第六关 那时事 不是之前那五国少年的吗 怎么可能 是又是一条 是又是一条 三大天教室 是一条 这小时的